清晨 輻射冷卻效應相當的明顯 尤其是在高山地區溫度都非常的低 位在了高海拔的輻射山農場 今天清晨只有零下兩度 農場的業者早上起床發現 前一天晚上亮的衣服居然結冰了 像冰棒一樣硬梆梆的 或盡如此 輻射山農場的藍茵湖 湖面結冰 景裡在水下悠遊 而另外在武林農場也成了冰凍世界 天鵝破冰滑行 讓遊客直呼 這樣子的畫面真的是太美了 衣服結冰變得硬梆梆 叉叉叉 就像冰棒一樣 浴巾也是一整片拿下來有夠神奇 高海拔的輻射山農場 清晨出現零下二度的低溫 小編起床發現 前一晚亮在室外的衣服居然結冰了 到了白天的時候 由於山上的湿度比較低 所以衣服也會很快的乾燥 如果有遇到太陽的時候 這幾天 福壽山早上溫度都在零度以下 果園和露營區結霜滿天 就連藍茵湖也成了冰凍世界 結冰啦 湖面結冰 工作人員隨手拿起冰塊往水中一丟 玩起打水漂 不過湖面底下似乎有鯉魚被冰封 動不了 撞到眼睛 加快速度看 其實鯉魚有在動 只是游的比較慢 專家就說湖面冰層像棉被 冰凍下的水溫更適合於生長 不會被凍死 武林農場變成白色冰晶世界 藤花園出現冰雪奇緣的場景 遊客趕緊拍照捕捉美的瞬間 而農場的生態湖正在上演一場 冰上天鵝湖 看到那個湖面是結冰的 冰上面黑天鵝在那邊吸水 真的是很漂亮 黑天鵝破冰 優雅滑行 現在正直敷軟繁殖期 農場也提醒遊客保持距離 不要影響黑天鵝的生活圈 雖然高山沒有下雪 不過雪白的冰凍美景 編劇特色 記得中部綜合報導